9月15號是美國政府要求TikTok 美國業務出售的最後期限 日前有消息傳出 中共當局為避免 顯得很軟弱 將阻撓可能達成的交易 外部觀察認為TikTok美國業務 最終是被出售還是被關閉 可能要到最後一刻才能見分曉 9月11號 路透社援引三位匿名知情人士的話說 中共官員認為 抖音海外版TikTok的美國業務被迫出售 將使中共和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 在華盛頓的壓力面前顯得很軟弱 如果有必要 北京將利用技術出口管制清單 來推遲達成的任何出售協議 中共如果同意TikTok去跟美國合併的話 它在國內無法面對日益高漲的這種 它被它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 然後它自己的臉面也沒有辦法放下來 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表示 從一開始 中共就沒有想讓字節跳動 和美國企業達成出售交易 因為中共已經把TikTok捧為大陸科技進步的代表 並賦予了政治意義 它不願讓人看到美國政府一施壓 中國企業就屈服 此外 中共也擔心TikTok侵犯用戶隱私 竊取數據等違規行為會被抓現行 章健談到目前字節跳動與美國公司的談判等 看起來都像是在和中共唱雙簧 也許字節跳動會在最後一刻翻臉先捉 反過來攻擊美國